四杯队伍当中的三大教练共同联手 郭世强跟刘维维共同来辅助杜丰 那么三人一起有机会去击败日本仗队吗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可 咱们共同跟大家聊聊一下的三个点 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三名教练 能否率领着男男队伍 能够迎来仿超 说白了在接下来11月27还有28号 对战日本男男球队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信心能够赢下来 那么其中我们要了解到 广东队的杜丰主教练 他是作为男男队当中现在的核心主教练 另外在助理教练当中多了一个新的面孔 他就是现在浙江队的刘维维 刘维维在搭档上了广州队的郭世强 那么老叔指导跟刘维维共同来携手 再加上了杜丰作为主教练 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有更大的机会拿到比赛的胜利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过去的比赛当中 其实要从实力层面来看 那么郭世强知道他的总体实力要更强了 只不过在进行商考的过程当中 那么郭世强他是选择了签样 说白了据了解到郭世强他愿意把主教练的位置让给杜丰 让杜丰主教练来当任主帅 然后郭世强作为辅助 另外再加上了现在 新出炉的这个大名当当中 那么有了刘维维他的加入之后 现在的男男教练组的阵容已经非常强大了 这样一来我们去对战其他国外的战队 是不是信心更稳了呢 很明显嘛 那么郭世强知道跟刘维维主教练 在四杯的联盟当中 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实力跟地位呢 相信很多资深的庄家球迷一定能够了解到 那么郭世强知道 绝对称得上是四杯联盟当中 数一数二的球员 以及主教练 过去的比赛当中 那么郭世强他在联盟当中 他所率领的广州队 原本都被很多人称之为云南球队 说白了就是排名比较靠后嘛 但是郭世强他来到了广州队之后 广州队到底发生了哪些方天复利的变化 相信大家都了解过了 包括了陈寅俊 包括了住民阵的人 全部都打了出来 也就是打开了花 把自身的潜力发挥了出来 背后就是郭世强指导 对他们潜力的挖掘 而且郭世强 他把广州队清训队伍呢 已经打造的非常好了 很多清训的选手得到了锻炼 并且能够给到一线阻力 很大的补充 有了郭世强呢 广州队来到了现在的前七名了 那么刘维伟呢 所率领的浙江队 现在呢 刘维伟他在球场当中 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热爱球队 热爱怎么样去布置 怎么去安排 他很懂得怎么去仿石的 刘维伟也称得上是 四杯联盟当中 排名前三位的主教练 而最后呢 再来加上杜峰主教练 虽然说呢 杜峰他在过去的指导风格 一度有着很大的争议 不少人呢 就纷纷热议到 杜峰干嘛这么严格 经常呢 在球场上啊 说的队员呢 基本上都是低着头 不敢反驳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杜峰虽然说 他争议比较大嘛 但是过去呢 广东队的三年逛 那么杜峰他的功劳 也摆在那里 所以说呢 杜峰虽然说脾气大 但是他能够打出结果 所以说呢 现在朗朗对我 你让杜峰去带队啊 依旧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然后呢 郭世祥指导 跟刘维维 现在他的新加入 那么很明显啊 我们朗朗 教练组的团队 已经强大起来了 那么朗朗的阵容 朗朗的球员 只要说加把劲 一起努努力 那么结果呢 去击败日本朗朗球队啊 也是有更大的实力 跟底气的 相信呢 在月底的比赛 我们朗朗能够成功 在杜峰 郭世祥 刘维维的共同胜领之下 击败日本球队 拿下比赛的双胜利的 大家是否认同 是否看好 我们朗朗跟教练组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啊 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同 咱们下期